好 另外也要來關心的是在台股的一個表現 連續第三天 我們看到台股在盤中都有創下歷史新高 不過在今天最後尾盤的時候是翻黑了 我們請教友年哥 台積電站上了800塊錢大關之後 現在大家開始有一些擔憂在 覺得這個載機指數 會不會變成是台股的緊箍咒 可能會造成一些 造成一個緊箍咒 可是我們先下一個結論 在它成為台股的緊箍咒之前 它搞不好會是 讓台灣股市助長的一個動力 有可能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台積電的問題 我們再來討論大盤 大家看一下 這個在上一次的載機指數實現的時候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過 結果造成我們台積電的股價下跌 也造成大盤的下跌 可是我們沒有提到的是怎麼樣 是2020年11月30號 它當天的收盤價是480.5元 為什麼要提到那一天 因為那一天是台積電的權重 突破30%的第一天 第一天 之後大家都知道 三個月之內 它如果連續三個月之內 如果有45天 它的成交比重是超過30%的話 我們就會被納入載機指數了 好 結果 它到了從12月1號開始起算 到了2021年的1月21號 它衝到了多少 679塊 它漲幅是多少 我們把這個尾數去掉 漲了40% 那漲40%是什麼 它為什麼會漲40%呢 不是要被納入載機指數了嗎 對啊 今天你如果是外資的話 你要拉起來賣 還是壓在那邊賣 當然是拉起來賣 是嗎 對啊 所以你注意看 它用了一個月021天的時間 拉起來40% 然後它的最高點是 1月21號679塊 679 可是到了1月31號的收盤價 是多少你知道嗎 是 它跌了88塊 598塊 跌了88 對 跌了88塊 跌了十幾% 所以它在短短不到 10個交易日的期間之內 就跌下來了 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跌那麼深 因為外資才開始賣 拉起來賣 對不對 所以到5月的時候 它已經只剩下518塊 是 對 盤中的最低價518塊 跌了23% 所以拉起來賣 它現在會有這樣的問題嗎 拉高之後 買 不排除 不排除 大家不要忘了 昨天漲了多少 36塊 對 對不對 今天雖然有稍微回檔一點點 只跌了4塊錢而已 是 還是非常的強勢 對 所以歷史會不會重演 我覺得有可能 萬一重演的話 那我們就看台積電 這一波的價格 它可能的最高點是多少 20 剛才我們講了 2020年11月30號到1月21號 它一共漲幅是41.3% 漲了四成以上 四成以上 那今年的3月29號是全重突破30%的第一天 當天的收盤價是779 我們如果也漲41.3%的話 那麼目標價是1100塊 所以台積電也有可能是名列千金股 接下來是有機會的 非常有可能 當然因為有過前車之鑒 這一次可能會有一些壓力出來 所以它可能沒有辦法漲那麼多 可是我們再看 因為這一波台積電ADR的最高價是多少 158.4美元 如果換算成現貨的話 是每股是1013元 對不對 正常的溢價差大概是13%到17% 我們用13%來算的話 那麼目標價有機會看到896 也就是900塊 所以在這個區間之內是有可能的 那台積電如果能夠一口氣 漲那麼多的話 那我們的加權指數 是不是就可以漲更多了 對不對 所以不用擔心說 現在已經在兩萬點之上 開始要居高思維 可是我還是有居高思維 還是要居高思維一下 為什麼 大家看一下 這個現在的大盆的力度 有哪一些這個訊號可以做觀察 也就是說當出現這些訊號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留意 是不是有反轉的 小心一點的地方 那我們先看這個 對這個指數 對加權指數的力多的 有推升力量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個股類股 到目前為止 它輪動的腳步還算是順暢 就是台積電長 像是鴻海 就休息一下 這個台積電休息 鴻海集團就上來 另外台積電應該有高點可及 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三個資金還在裡面 法人的資金 其實退出的並不多 三大法人 其實大家看 他們退出的資金並不多 大部分資金還在裡面 最後一個是 小台的多空比是100比125 什麼意思呢 因為小台大部分都散戶在做 對不對 當空單的比率比較高的時候表示 散戶大部分都偏空 散戶偏空的話 被軋空的機會就很大了 對不對 OK 好 可是對指數比較不利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 周月線的技術指標都嚴重過熱 你看今天到今天為止 六週的RSI已經到93.78 這個真的是已經熱到 真的是過熱 到燙手的程度了 OK好 然後第二個是乖離率過大 什麼叫乖離率過大呢 這個是周線圖 我們今天的收盤指數 20763年限 年限的位置是在17372 所以現在指數跟年限的 規定就高大 19.5% 一般來講在20% 20%左右的話 就是已經太 那個規定太大了 OK好 那所以再過來就是FED 就是這個連轉會 它降息可能會延後 如果通膨更嚴重的話 甚至有可能 今年也不一定會降息 現在就是連轉會的官員 大部分都發表這些意見 今天晚上 美國要公佈三月份的CPI 消費屬物價指數 按照我今天 到我今天這個中午的時候 聽說一些法人的他們的看法 他們大概會到3.4% 我們2.14%大家就覺得好可怕 他們美國二月份是3.2% 這個三月份有可能會到3.4% 所以第四個就是美國股市可能出現了疑似做頭的跡象 所以大家要特別關注美國最新的CPI 當然我們說台股在這一波金金漲 看回不回 很多人說到底還可不可以買 尤其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剛剛有年更有提到千元也是指日可待 也是有機會 那現在如果我今天突破八百塊 我還有兩百塊的這個上漲空間 是不是這個時候還可以去追呢 又或者如果真的不敢買的話 我們就是不是可以買一些台積電 他這個佔比比較高的一些ETF 像是0050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呢 其實我最近碰到最多的問題 就問我說台積電還可不可以追 大家都很緊張對不對 想追又怕受傷害對不對 那所以現在大家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買ETF呢 對啊 找台積電裡面佔比高一點 好 我們先下個這個結論 到底哪一個好 我們認為說買ETF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比較安心一點 對 那為什麼說買ETF 會比較安全一點 剛才我們講過了 在這個2021年的1月的時候 它最高價是看到679塊 不到10天之內 就跌了88塊下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一旦這個載機指數 就確立的時候 台積電的股價下跌的速度 會非常的快 幅度也會比較大一些 那可是對於它的 其他的成分股來講 就不一定會出現這種走勢了 因為它這個所謂的 我們像是在這裡面 我們看的 像是所謂的0050這些 它大部分就是台灣50 對不對 台灣50的成分 那這一些的股票 這些50的股票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是屬於基優股 對不對 所以它們不見得會出現這種 急殺的走勢 所以就算把它們當作一個緩衝電 所以這個ETF它跌的時候 它跌的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不管你是要做停損停歷 或是準備長期持有 都應該是ETF會比較有力一些 其中我們看一下 像是第二大的權重股 權值股聯發科 它到目前為止 它的本益比才19倍 鴻海的本益比才11倍 雖然已經漲到都160附近了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是按照明年預估 明年的EPS來算 所以他們的本益比都還算低 所以它跌下來的速度應該會 幅度都會比較小一些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幾檔這一些的ETF 就是台積電佔比超過三成的股票 台積電三成的股票 我們再看一下他們的規模 規模在100億以上的 我把它用紅字都標出來了 要買規模超過100億的 然後佔比最好是在40% 或者是在40附近 006208 005 0069 對 就是它這個台積電佔比 最好是在40%或者40以下 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台股再佔晚了2萬點之後 現在位階相對也是比較高的 要請讓永年哥 那麼生計股會有落後補漲的空間嗎 有機會 這個問題問得好 為什麼說問得好 因為不只是台灣的股 的生計股有機會 甚至於美國的生計股 也有機會 對 因為美國 美國的生計股 去年他們基期真的非常低 因為它跌得非常慘 疫情過後 好像大家都生無可戀 然後就一直跌 台灣的生計股也是打底打了很久 對 打底打很久 所以確實是有的 那麼所以基期比較低 所以有補漲的空間 而且大部分製藥 還有隱形眼鏡的股票 他們的表現都非常的好 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3月份的營收 這一邊是製藥類的 底下是隱形眼鏡的 其實在2月份的美食 它的表現普通而已 可是因為2月過年 所以它衰退是正常的 工作天數少 對 工作天數少 然後到3月以後 你看台藥大幅度成長 藥化 創立子新高 藥化藥也是大幅度成長 保瑞是衰退比較厲害一點 至於說隱形眼鏡 全部 幾乎全部都是長的 除了精華之外 都是增加的 所以增加的幅度 而且相當大 而且各有題材 我們看一下 像是以美食來講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去年美食 它漲勢非常的凶 在這個製藥股裡面 在身體股裡面 它算是一個抑菌突起 為什麼會這麼好 因為它所有的這些藥類 它其實推廣的都非常的順利 像它的血癌藥 去年營收推估大概是35億元 去年全年的財報還沒出來 以今年預估的話 是在52億 明年到91億 一直在成長 而且今年的營收 是集中在第二季跟第三季 所以第一季它的表現 不會很好 可是第二季第三季非常好 法人預估今年的營收 渴望再度出現 兩位數的成長 毛利率還是要維持在55% 這個很厲害 我們看它的技術面額 技術面額的表現 周線其實表現是不錯的 它上檔其實沒有什麼大量的套到壓力 它大量區都在底部 所以有大量換手 金碩做隱形眼鏡的 你看一下它的周線圖也是 打底打了很久 對不對 非常久 整理很久 好 三月份的營收 當然大幅度成長 它最主要有一個細水膠 日炮透片 就是那個細水膠透片 今年在第二季日本的產品 真的會下來 它可以在日本賣了 然後今年第四季在台灣 也可以上市 還有日炮彩片 也會在今天第一季在日本上市販賣 所以它整個的業績 會大幅度的成長 不但是營收成長 而且它的毛利率 也會持續的成長 也是上看57% 對 所以這檔股票 也是可以值得注意